小编关于纪录片的影评写得很少,但愿意介绍的都是我比较喜欢的作品,所以今天特意为大家介绍一部特殊的纪录片女爵影像。 这部纪录片特殊的地方在于参演者的平均年龄超过85岁,并且每个人都获得过女爵的封号,以此表彰他们在演艺界做出的突出贡献。 这些贡献一共有多少,说出来大概会让很多人感到惊讶。 在四位女士持续了60多年的表演生涯中,一共揽获了14次奥斯卡提名和9次托尼奖提名,虽然以朱迪丹琪和马奇史密斯最多,但其他二人也都获得过影后的头衔。 那么下面由小编一一为大家进行详细的介绍。 第一位女爵,84岁的朱迪丹琪,朱迪丹琪1988年获得女爵封号,是四人中最早的。 她的演艺成就中,比较对大众所熟知,那是007系列电影里的M夫人。 邦德的顶头上司,相比于一部疑惯的邦女郎,这位老戏骨绝对称得上是长青手。 其女王气场也被很多007影迷所推崇。 第二位女爵,84岁的马奇史密斯,这一位其实光看脸就很熟悉了。 大名鼎鼎的哈利波特和唐顿庄园,都有马奇女士的身景。 她在里面分别扮演了严肃的麦格教授和毒蛇的伯爵老夫人,成就了两位经典的角色。 而生活中的她同样不改毒蛇本色,随时随地都能说出让众人捧腹不已的话。 比如有一次,几位女士在谈起各自的丈夫时,马奇开口的第一句话就是, 我只是在想哪一任,真的非常可爱她。 第三位女爵,84岁的艾琳·阿特金斯,这一位女演员,在国内的知名度不高, 但她参与过很多知名的电影,地位相当于现在的黄金女配。 除此之外,她还是一位参与,电影《楼上》楼下的剧本就是她写的。 第四位女爵,89岁的琼普莱怀特,琼普莱怀特, 应该是这四位女演员中最不显的。 然而她的丈夫很出名,沙恩传奇演员劳伦斯·奥利弗,英国戏剧最高奖, 就是由她的名字命名的。 不过对于国内的观众来说,一代女神费文力前男友这个身份, 可能更为大众所熟知,一部纪录片请来四位英国女神, 可想而知阵容有多豪华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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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